Melody 早安 有意思 你好 我是Johnson 林鎮前 來到今日的Melody掌聲有請 今天這位嘉賓 其實我們期待了她很久 因為我們知道她最近在馬來西亞拍劇 所以一直在敲她的時間 看看能否上來我們 Johnson 有意思做一個訪問 終於被她敲到了 很感動 我們有米雪雪姐 Hello雪姐 你好 今次雪姐來到馬來西亞拍這部電視劇 名滿 最近我們都不斷在電台談 因為我們有同事William新偉廉 也有跟你一起拍這部電視劇 所以大家都很期待這部電視劇的播出 先說一說今次來拍名滿的感受 其實已經說了一整年 我很喜歡老闆的劇本 編審也寫得很好 加上他們整個幕後的團隊 是非常精英 他們經驗豐富 加上一班很好戲的演員 其實已經遲到了 當初是甚麼打動到你 最初一年多前談的事 老闆說我真的很想拍一個中文電視劇 我是很用心 很想去拍一個很好的劇集 我看他這麼誠懇 而且他說到現在都說 我真的很想這個名滿出來的效果 真的很好 其實是不停在用心 說劇本 談演員 談報警 談地方 全部都要一手一腳做 你看到他那種認真 其實我沒有理錯 雪姐最高紀錄沒有睡覺 有沒有計算過 連續十天 連續十天 當時很多年前 跟松哥劉松仁拍八月桂花香 我自己說 我不睡覺 拜託你 跟我趕氣 我什麼時候 給別人在那邊開工 就趕了 別人跟你趕 你自己也沒辦法 你也要撐 那我就靠吃飯 午餐和晚餐 當時我排氣時拿著餅吃 所以他們說我喜歡吃餅 等他放飯我就快點睡 即是逐放飯時間來睡 逐放飯時間就睡 當然也有下班的時間 下班時你又要看劇本 又要撿一下 所以一回到家 睡的時間短 明天一早就要外景 所以十天時間 但去到台灣我就真的要立即看醫生 有沒有哪一個位置 令到你 甚至你這麼愛演戲 都好覺得 不行了 我真的不可以這樣下去 又或者我想放棄 有沒有曾經有這樣的念頭 有 當然有 其實很早期的時候 我自己的定下目標 我四十多歲 尤其是我拍打電影 沒有打電影 功夫片 古裝武俠片 拍了十年 由早上七點打 到晚上下班七點 是不停地打電影 那時是流行練功的 尺形雕手 女的又練功 男的又練功 那時是由早上打到晚 那時就說 如果有給我拍一些愛情片就好了 那時我記得 我在台灣 我跟阿秋冠拍廠樓香 看到劉雪華 劉雪華專拍愛情片 我說 你又好 靠眼淚 愛情 我跟著說 你又好 靠打不用哭 大家互相在 各自羨慕各自 對 其實是在說笑 想過一下 但撐過了 不行不行 叫我不演戲不行 做到現在 那好像跟新進的演員 合作或聊天 有沒有回想自己做新人的時候 覺得現在的新人很幸福 又或者現在的新人很辛苦 你有什麼感覺 當然有 我覺得現在的幸福 又有經理人 又有導演 那麼疼愛 又有老闆那麼疼愛 跟我們以前的時不一樣 我們以前什麼都要靠自己 拿一個劇本 或者怎樣研究劇本 怎樣讀 都要自己 現在真的又有前輩教 又或者又有經理人教 又跟你撿漂亮的樣子 走出來 你不用煩 我們那時煩完劇本 拍戲 自己又要去買衣服 又要去收拾 現在真的好很多 那我們就期待一下 這部Astro Originals 全新中文原創劇集 《名門》 將會在7月28日 星期日的晚上9時半 在Astro AC 頻道306 透過Astro Go On Demand 和Suka 隆重登場 多謝謝雪姐 記得支持我們 多謝你 多謝你